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上一期课我们讲的HBASE高级优化里面的热点问题 我们通过原理分析它热点产生的原因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热点问题 我们提出了在创建表的时候进行数据预分区 那么为了更直观的告诉大家 这样做的好处 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看一个实例 我们这个IP多少 124.100 是吧 有了是吧 有了 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个 我们就看一个T-Count吧 请求对吧 请求六次 那么我们来做个测试 做个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什么呢 我们做一个不计较性能的测试 啊 我们来批量的给这个 KeyCount里面 写入这个数据 假如说这是我们写十次 我们看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我们这个写的结果 十六次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们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多个程序并发的话 这边多个程序并发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 这个Master 这个APP 这个主机上去了 对吧 它十六次 那我们为了这个 我们给它改了一百次吧 一百次 一百十六次 是吧 那所有的请求都集中在这个 KeyCount 这个表面来了 这个主机 Master主机上去了 那为了减轻它的负担 我们先给它预分区 预分区 怎么预分区呢 来看我们的PPT 在创建表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指定好了三个分区 就指定了四个分区 对吧 那我们来把它Copy过去 啊 T什么 Counter 好 那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页面 再刷新一下 Count2 是吧 Online Regions 四个 我们点开看一下 它在哪 它是不是在Must和Sleeve2上 各有分区啊 各有数据啊 那么我们想想看 这个时候 我往里写数据的时候 我们希望是什么 每个地方大概都平均分配一下 怎么办 那么我们 TCount2 是吧 来我们给做个小小的改动啊 小小的改动 我们看它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们看它这个表啊 都没有任何请求 是不是 我来写入这个数据 我来写入这个数据 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啊 我们看会有什么结果啊 是不是和你预期的一样 我们因为这个控制的原因啊 我们写四句 对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数据就应该比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好看多了吧 起码我只有两台机器啊 帮他分担压力了 是不是 而且有两个不同的 三个不同的Region帮他分担压力了 而我们之前的 只有一个Region 帮他分担压力了 他没有任何压力 没有任何人帮他分担压力 就这么一个 那我们看我们这个Tlog2 是不是 都有人把他分担压力了 那这时候我一摆一下数据 我再把这再改一下啊 我们再给他刷新一下啊 看到没有 基本上都已经均匀了 是吧 刚刚是 刚刚是这个33 是吧 现在是58 58 59 那我们这样一分过 我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可以均匀的写进来了 对吧 那有人说 你在前面做了一些手脚 是吧 做手脚 那同理我这时候呢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目的是让他 能够根据我的划分的RawK里面 RawK的范围 来进行均匀的分布 那么这个RawK是什么范围呢 我们跳到前面去看 无穷小到10 1号分区 10到20是2号分区 20到30是3号分区 30以后4号分区 对吧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区间的划分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资政表 它有没有分区 它没有 那也就是 你无穷小和无穷大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 虽然说我们有两个节点 但对于这个 我们提到100条 1000条程序来说 它都是往一个节点去行 没有任何压力 没有任何人帮他分担压力 他会过得很累 过得很累 那我们通过这种预分区方法呢 来给我们这个服务器 缓解压力 这样的话看到没有 我们基本上每个程序 都把数据给均匀的写 每个分区上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预分区的一些 这个技巧 那我们再看我们的PPT里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 看这个C 再回头总结一下 看这个C 我们创建了一个表 对吧 列足是F 版本是一个 然后Split是什么 10 20 30 这是我分割的Rawkey 分割Rawkey 我依据他的进行这个Rawkey的分割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预分区 不要预分区 当然说你 这个10字幅串和数字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搞混了 字幅串和数字是不一样的 不要搞混 那么我们再创建这个分区过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往这写一批 它是不是有固定的分区 这往这写一批 往这写一批 那它是不是就落到不同的分区里面去 无形中 之前我 我没有分区之前 我都往一号服务器写 我有100个请求 那么100个请求都丢给一号服务器 你下面是2345是空闲的 现在我经预分区过后呢 我让我的分区均匀的落到 每个服务器之上 这样的话 你写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写一号服务器了 而是根据你的rokey 来进行这个范围的预判 判断出这个是 在一号服务器 我就往一号服务器提交 在二号服务器 我就往二号服务器提交 那client端往这边提交 是个多线程提交 是个多线程的提交 那么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去讲一讲 这个提交的过程是什么样 怎么样去做预分区 过程是什么样 讲的过程呢 大家就愿意能理解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这节课主要重点是 使用这个谢尔方式来创建预分区 来 目的是为了 把我这个服务器充分利用起来 减少 避免 热点的产生 避免热点产生 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